你心魔法 無法猜測 人生有很多東西 不是憑你的肉眼可以看得透 想看得透, 一定要用心去觀察 用腦去想 這樣就有機會找到真體了 今天燈簡直會自己光 看阿姐的魔法世界 魔法需要破解, 破解需要思考 留意阿姐的問題和答案 請大家進入集中精神的狀態 在我的魔法裡 人的思緒很多時候都會變成 好像心美一樣 是 他來到這裡, 人都不同了 他喜歡別人, 怎麼稱呼他呢 他很喜歡別人稱呼他… 大哥… 不喜歡 大哥不喜歡? 但他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為壞人 是呀… 我喜歡別人稱呼我為… 帥哥嗎? 高富帥 叫他高富帥就行了 可以看看臉皮嗎? 是 可以… 他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為… 健美先生 不喜歡 大隻佬就行了 那色男人呢? 喜歡 金牌絲儀就不喜歡 金魚佬呢? 喜歡 想起這些東西 大家同僻就不喜歡 戀同僻? 又喜歡… 你也知道的… 我看你剛才跟Dixon這樣也… 喂… 等等… 別吵亂說 喂… 我也差不多30歲了 對… 不用說了 你喜歡別人稱呼你為光頭佬 對 又不喜歡別人稱呼你為… 沒甚麼頭髮 對…不喜歡 Pana,你怎麼看 不喜歡別人稱呼你為健美先生 不喜歡… 但你喜歡你稱呼好爸爸 不是,我也不喜歡 好老公 好老公 好爸爸呢? 帥哥 你喜歡別人稱呼你為變態老公 對 但你又不喜歡別人稱呼你為… 禽獸 不喜歡 真的嗎? 我覺得未必是 是嗎? 你總是不讓他聰明的… 你總是不讓他聰明 他有點針對性 對 在這邊兩位置 再次,我讓你再試一次 想不到 剛剛大姐也幫你了 你也不聰明一點 來,再說一句我不喜歡的 你不喜歡別人稱呼你為純壽司 純壽司… 原來你真的不知道… 但又怎會想到純壽司 很難 因為琴獸嘛 琴獸的朋友 你喜歡別人稱呼你為奇妮怪 奇妮怪… 大哥,你喜歡別人稱呼你… 做頭髮很多 甚麼? 我不喜歡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我們男人最不喜歡別人 這樣叫我 對,不是 燈狗 手髮很多 對 這是甚麼名字 新聞證都寫不完 對… 大哥,你喜歡別人叫你… 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別說喜歡 喜歡,別人叫你中文全名 三個字 梁、志堅,喜歡嗎? 喜歡… 你不喜歡別人叫做英俊 不喜歡… 兩位女士都不知道 谷子橋,你又說了一個 好男人 對,我經常都知道只是很壞的事 不可以的 你試試… 他要成就好 我怕出不出街 我說我出不出,我也想出不出街 對… 我出街太多了,我想嘗試出不出街 你維持得很好 不喜歡 不喜歡 真正聽到 好,我先說一個 大家覺得我喜歡這個 好… 如果有人說我… 正賤人呢? 喜歡… 你說一個我喜歡的 色鬼 喜歡的… 不喜歡,說我不喜歡 英俊 不如你再說一個 不喜歡的 不喜歡… 不喜歡… 辣泥 辣泥不喜歡 不喜歡 為什麼你會懂辣泥? 我反而想知道 什麼叫辣泥? 辣泥… 即是一塊塊沒有頭髮 太好了 很壞,這些也對 對 蒸下流 你說我喜歡,人家叫我什麼? 死肥佬 我們給點掌聲 好… 有些東西不是一般常理可以解釋 而是用思想去揭穿 一條數學題 也不一定是數學題 但其實它真的是一條數學題 你和我一起說 Lisa Magic 究竟是怎樣的 1加1等於6 1加3等於8 1加4呢 1加4等於7 1加…1加2呢 1加2等於… 光家火 那是… 1加2等於6 6… 1加2等於6 是嗎? 光家火 剛才你的節奏變成這樣給我 1加1等於6 1加2等於6 對不起,不好意思 1加2等於6 這樣才對 2加2等於多少 2加2… 3 怎麼算出來的 2加2等於3 不是 2加2等於6 是不是?阿姐 是 幸好我還會計算 1加1等於6,2加2又等於6 對 1加1等於6 2加2也等於6 對 但3加3就不是等於6 3加3不是 3加3等於甚麼 10 10 1加3等於甚麼 1加3 1加3可以等於8 1加3等於8 1加3等於8 好 我知道,我懂… 你說… 5加5等於10 5加… 很難說她錯 很難說她錯 不過阿姐就有… 應該… 5加5…又哭了 她又激動了 5加5等於8 5加5等於8,不好意思 行了 4加4等於8 4加4? 4加4 4加4等於8 對 1加4等於多少 7 對 2加7就等於8 好,我問你了 1加7呢 8 1加7是等於8 我出去吃點東西 這個比較難 現在很有趣,自相 沒有… 你有學家感成除嗎 我有 不要人生攻擊我,我有 1加3… 1加3 就是等於8 慢慢來,不要加 1加5呢 1加5等於7 1加6呢 1加6等於6 你知道了,加到了 我問你了 是嗎 1加10呢 1加10等於8 不是 1加10等於6 1加6 好,你試試吧… 你算一下才行 你問一下吧 說出來吧… 1加1等於6 內重複不要緊 1加1等於6 你再來1加1,我再教你 1加1等於6 對,小女孩 1加2 1加2呢 6 太好了 1加3 8 太好了 太好了 1加10呢 1加10呢 7 6 6 我們再試一次 好,你再試一次 好 來,7加1 9 答案是1,2,3 8 也算是7 好,即是你們三個是猜不到的了 再見